那你先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啊 我叫方素儒 我还会写我的名字 那倒不必 那你为什么会住在张家呢 自从家里出了事 我家被毁了以后 我二姐就坚持要把我送到那里 你二姐 你二姐叫什么名字 我二姐 她也姓方 废话 一家人 她当然姓方了 人人都说我二姐长得漂亮 她呀 她叫方素欣 方素欣 就当她是缘分吧 既然如此 方素欣只有生兽了 方素欣 难道 难道你认识我二姐呀 不认识 可能是同名同姓的 有点印象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啊 白玉堂 这个名字挺有气派的嘛 不管这个名字 有没有气派 还是有很多人不想听到的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我爹啊 开了一间很大的酒房 生意可好了 我爹只管送酒管账 虽然家里也请了工人 但主要的活 还是由大姐二姐在负责 我爹只管负责 你的家事不错 难怪你的谈吐和穿着都很斯文 也很有教养 从小 我爹和我二姐都把我管得很严 既然你们家是开酒房做买卖 只要安时交纳酒雀 完粮纳税 又怎么会出事呢 原因都出在我大姐身上 原来送酒都是我爹亲自去的 有一天我爹病了 我大姐就代替他去 结果去了一整天 很晚才回来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饭菜全都凉了 饭菜凉了倒是小事 我担心姐姐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 哎呀你不要瞎讲 只不过去侯爷府送酒罢了 能出什么事啊 侯爷府 你们家供应侯爷府的酒 对 我爹有一份抛药酒的秘方 我听二姐说 侯爷非常喜欢 几乎每个月都要喝上两大坛 难怪 回来 大姐 大姐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害你们久等 一家人不说这些 快来吃饭吧 快来吃吧 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 快坐快坐 来来吃吧 吃吧 来 吃 来 别 哎 侯爷府的药酒都送到了 哦 送到了 吃饭吧 都饿了啊 来 大姐虽然回来晚了 但吃饭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会有事情发生 直到我临睡之前 事情已经发生了 无论如何 你都要想开一点 这是女人一辈子的清白 换成你 你想得开吗 我 谁 谁在外面偷听 二姐 是我 我 我刚好打从这儿过 我没有偷听 那你早点睡吧 明早起晚了 小心牙板子 哦 哦 白大哥 你在想什么 啊 你当时确实听见 你大姐说 这是一个女人 一辈子的清白 这句话吗 我的确听见了 那你大姐在哭 你二姐在安慰她 你为什么不赶紧 告诉你爹娘 我 我当时急着去睡 怕第二天起晚了挨板子 我也没想那么多 这也不能怪你 你才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是很难想象清白这两个字 以何等重大 你大姐一定在侯爷府出事了 你怎么知道 出什么事了 你不懂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就去睡了 可是 半夜又被二姐的尖叫声 给吓醒了 好 爹 娘 你们快来啊 出事了 快来救命啊 快来救救大姐 爹 娘 快来啊 爹 娘 出事了 你们快来啊 快来救救大姐 出什么事了 快来啊 怎么了 哎呀 素玉 哎呀 孩子 孩子 哎呀 这个怎么好 来来来 快来 哎呦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来来来 哎呦 这个怎么好 哎呀 孩子 哎呀 孩子 啊 究竟为了什么呀 怎么会突然想不开呀 爹 现在不是没有用的 赶快去请大夫啊 姐 大姐 大姐 你怎么了 大姐 小孩子快出去 我们现在就有人要紧 快走啊 快走啊 走 大姐 快走 我 你大姐 是去侯爷府送完药酒 回家之后就炫良子进 como 哦 如此说来 这件事 多少跟侯爷府有些瓜棉 我也不太懂 你当然不能 侯门深似海千奇百怪 在侯爷府 有许多事情外人看不到 底有许多事情 外人都戒不穿的 我想你大姐死后 你爹一定去县衙告状了吧 是不是 您猜得真准 我爹的确告到县衙了 俗话说 民不与官斗 何况是侯门之家 告了又有个屁用 是不管用 我听我二姐说 当时那县官叛我爹是误告 还打了我爹二十几板子 打得我爹死去活来 来 爹 爹 这是砸成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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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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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振作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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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振作啊 爹 爹 爹 苏欣姑娘呀 你赶快去找大夫 宁可多花点钱 也要找拿高明的 有经验的 除了诊金之外 最好呢 还要花些钱打点一下 我明白 只要能救我爹 就算舍了所有家当 我也会去做的 早劝过他 早劝过他 何苦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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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